各位朋友早安 歡迎來到今天的盤前三分鐘 今天時間比較趕 我們快速的講重點 台紙周合約 今天要周結算 今天是10月30號 禮拜三要來周結算 禮拜一禮拜二 我們經歷了連續兩天的 政府拉開的下傷 在昨天的尾盤出現這一根 100點的反彈 夜盤它繼續往上推 這邊這種劇烈的反彈 我們會把它當成是空單 我們會把它當成空單在獲利回補 那因為這個空單 它可能從這邊一路空下來 它的獲利點數已經高達1000點 所以這邊它隨便價格隨便滿 它空單都是大賺的 我們可以預期說 它空單已經部分回補了 那今天要繼續再殺破 造成一個大恐慌的難度會越來越高 加上空方要能夠推下去 它需要有多單當作藍量 就是有多單停損 它的空單才有辦法一路殺下去 那又經歷了連續兩天的下殺 我們也可以預期到是說 很多的多單已經停損掉了 那在多單停損掉 空單回補的前提下 我們今天要繼續往下殺破底的難度會比較高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觀察 它能不能夠往上進行 往上進結算 那有兩個要觀察的價格 一個是我們的週合約 週合約算 週合約是從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的最高到最低 除以二 目前週合約是在23201 週合約在現在價格上面 那還有一個關卡是自由大喜歡看的23000 這種1000點的大關卡 通常都會有比較多的參與者去介入 所以今天我們先預期 下殺的難度比較高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往上結算 然後再搭配兩個大關卡 去看價格碰到關卡之後出現什麼反應 操作上由於昨天五盤已經出現反彈 那夜盤繼續往上推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連續漲幅 所以今天如果跳空開高到週成本 我們不會在這邊急躁的做多 因為它昨天五盤跟夜盤的連續漲幅 已經把我們做多的空間壓縮掉 今天又開高 然後週成本又漲不上去 我們今天就不能做多了 那今天可能就比較不會積極的操作 是因為我們不能做多的情況下 那又空單又已經回補很多了 那空單的藍料也被殺出來很多 我們要往下破底結算難度也比較高 那今天就好好工作休息 那如果它是跳空開低 比如說開在 兩萬三千點的下面 然後站回這個兩萬三的大關卡 而我們會比較願意積極的去試單 是因為它沒有把這個往上空間全部用掉 它有再跳回來 讓我們還有空間去介入 那這邊就是如果它跳低 然後站穩兩萬三 我們做多 目標就是看它打到週成本之後 是否出現震盪 或是說是否又出現假突破拉弧 好那今天的規劃 我們再整理一下 我們今天規劃就是 如果跳高高 多方的空間被壓縮掉 你今天不要急就不要做了 如果它開低低 我們往上還有空間的話 那可能就 它往上還有空間的話 我們會比較願意試多單 可是你問說 如果跌破兩萬三千點 或是可不可以做空 小編自己不會去做 是因為已經連續兩天下殺了 該砍出來的人 很多都已經砍出來了 那這邊它要繼續往下 殺破底難度會比較高 當然有現在市場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這個就是小編昨天講的 能力之外的交易 我們就不要亂做 所以它如果跌破兩萬三千點 站不回去盤面轉空 這邊我們就不會太積極操作 就一樣好好工作 等待下一支看得懂的機會 好今天時間比較趕 盤前三分鐘 我們到這邊 我們盤後見囉 走 我們趕快點約